长期出轨用什么对待器 出轨很复杂 天性这个人就没有家庭责任感 或者天生就是花花肠子 所谓的花花公子 当然每个男的好色 女人也好色 我发现最近视频 年轻的女孩们 你觉得你怎么样 我很好色等等 其实人都这样 刚才加尔文牧师也说 人的本性就这样 对异性的这种欲望 就连七八十岁的男人 他身体不行了 他心里看见漂亮女人 也有反应 特别韩国这些 阿祖玛那个阿姨 他生理不行 他心里也有反应 看见美好的东西 他也心动 这人的本性 你不能说好不好色 不好色的男人就奇怪 不好色的女人也奇怪 但是基督徒 是管理自己的这种欲望 知道有些东西 那种本能的冲动 知道但是会节制 管理他 不至于他溢出来 浴火分身 然后有些看见 婚姻之外的 异性的冲动的时候 会节制 因为这是试探嘛 自己忠于自己的配偶 从心理上开始 这个需要管理 那他这个人出轨 到底怎么回事 有些是家庭里面 夫妻不和 姐妹太强势 然后这个 以至于丈夫对他 丧失了那种欲望 太强势了 然后可能照顾孩子 照顾家 管理的房 然后对丈夫总恨啊 不尊重他 不称赞他 就对方从我身上 我觉得这个女人 根本不爱我 然后在这个女人面前 我就没有存在感 我这个就是 啥不是 就窝囊废 所以他就抬不起头 这样的话 他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欲望 他一定会在外面 找那个异性 有人仰慕他的 喜欢他的 就再烂的男人 他也能找到 那个喜欢自己的女人 再烂的女人 也会找到 喜欢自己的男人 那总有对撇的嘛 他从别人身上 找到安慰啊 这个满足感啊 他就就这样 他就放弃了 这种情况很复杂 我不知道你们的 关系怎么样 有些是完全男人的责任 有些是 也有女人的责任 就像我之前说的 怀孕期就忍不住去跑去 这个不信主的某种程度 他忍不住 他去什么 这个去花钱消费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是以至于离婚 这样的就畜生 是吧 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 为什么 他欲望已经大到程度 那个女人为你痛苦怀孕 生孩子 爱的时候结婚了 然后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趁着他这个怀孕的时候 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然后就跑出去找女人 甚至把怀孕的大肚子 这样的这个姐妹 放在那儿甚至离婚 你说这个孩子和这个女人 以后怎么办 这种人是畜生 没有人性 某种程度能理解 但是某种程度是不能饶恕的 是没有人 没有德性的 就是畜生 所以要看具体这个男的 为什么出轨 综合来看 所以当然基督徒面临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身问题 我们要悔改 在神的面前悔改 然后改变自己 如何去调 甚至男人嘛 回到家里面是 必去打打闹闹 去抄啊闹啊 责备他 没有人喜欢这样的 宁可在房子尖上 这个披着 戴着狗皮帽子 穿着年大衣也不愿态 这个连连如同低语的 这样的喋喋不休的女人 在一个200平方米的 这个房子里住 暖气一开着也不愿进去 为什么 太寒冷了 折磨地狱 所以什么意思 男人为什么跑 家里面的温度计 可能有问题 所以家里的气温 这个女人是家庭的气温嘛 所以我不是完全责备你 因为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你家的情况 所以你多方面 反思这个问题 我自身的问题 或自身改善 去恢复 毕竟当初是因着爱 走到去 我也不知道你的年龄 像我父母那个年代 甚至扒着门缝 看一眼 然后就那么订婚了 结婚了才发现 对方什么样 合不合 反正也就过了一辈子 为了孩子 然后然后渐渐地 也形成了一种 彼此迁就 彼此关怀 好像平时没有感情 对方要离世的时候 就受不了这种情况 人就这样 这个心与心相应 彼此都印在一起 因着婚姻走在一起 然后长期这种关系紧张 造成的伤害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恢复的裂痕 但是仍然可以有希望 就是一方面自己努力去改变 去挽回 另一方面去自己悔改祷告 其实可以挽回的 在直到最后 他跟你离婚之前 你仍然可以挽回的 所以变灰心 这个多方面考虑 到底原因在哪找一下 很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我们中国的 我不知道姐妹的情况 就是男人其实 就是个大小孩 你给他足够的尊重 爱的话 他可以为你赴汤 倒火 我刚才也讲到了 那几个伟大的人物 不管有正面人物 反面人物 都倒在女人的手下 外面的女人 为什么能够折服那个男人呢 那个女人身上有他需要的 不管是什么美貌 青春 很重要的是 外面的女人会哄男人 然后我们结婚了 婚姻了 大家都是过日子 所以没有那么多虚假的 没有那么没有用的 都是差一番后 所以自己也不捣吃自己了 然后整的那个 自己也整的像黄脸婆一样 收拾自己 修养自己 然后有些该说的话不说 不去制造紧张气氛 然后多给对方鼓励 所以哄等等 其实双方都需要 这个很微妙的 所以回到家 你就做好吃的 给他关爱 尊重他 别做的太假 真实的 毕竟那么多年了 然后改变你的态度 氛围 脸 表情 让他回到家里 渐渐感到温暖 毕竟有儿女了 家了那么多年 他肯定有感情 但是他缺的东西 他在外面找 他又不敢跟你离婚 又不肯离婚 肯定有东西留恋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找 去一一找原因在哪 去挽回他 抓住男人的胃 给他足够的面子和尊严 称赞和鼓励 甚至让他感觉到 你很仰慕他 这个都不是过分 就是男人 其实他得到全天下 但是得不到自己 妻子认可 这个男人是不会幸福的 一定会很举丧 自卑 他一定会从别的地方 去弥补你 你要了解这种生物的特性 到底为什么他跑外面去 宁可跟别人在一起 所以多种因素 好好去一面祷告 一面去尝试着去恢复 然后避讳心 更何况有感情基础 假如说你们是自由恋爱 结婚的 有感情基础 有儿女 所以有可能性 所以有可能性 如果他是 就是那种 年华野草的 喜欢在外面 打野神的这样的人 那可能就需要 我的膝盖和流泪了 拼命地为他祷告 真的是为他祷告 为这个灵魂 不管是为了这个家庭 可怜他的灵魂 拼命给他祷告的话 浪子回头的时候 是肯定有 一人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坚信 我妈妈给我爸祷告 可能估计 可能没有15年 也差不多吧 给我祷告 可能也差不多 六七年也应该有了 然后他还说我逼迫他 我说吓一跳 我说你怎么用这么严重的词 用在我身上 我啥时候逼迫你 然后后来想想 的确是 以前动不动就用语言攻击他吗 讥笑他的信仰 然后我上学考试成功了 又不给我拿钱 之前说什么杂锅卖铁 也供你上学 考上了 然后结果拿不出钱 我就恨他吗 然后听听我教会奉献钱 我看着当然生气了 对不对 所以就拦阻他奉献 整整就经常为难他 后来他就说我逼迫他 所以我爸爸也是酗酒嘛 然后想离婚等等 考虑到这个四个孩子 怎么上学 孤儿结婚怎么办 就心疼孩子 最后都要疯掉了 就是绝望的时候 有个阿姨给他传道 从传道开始 他就得到平安了 那个丈夫还那个样 然后但是他就 总是在神的面前祷告 流泪祷告 祷告了不少年 后来开始祭酒 然后恢复祭酒三番五次的 我们那个地区里面 有三个酒鬼 第一个是早死了 被冻的那个在那个地里面 冻的这个节肢了 后来也死掉了 第二个酒鬼比较厉害 自己祭掉酒了 但是后来也死掉了 活得最久就是我父亲 喝得最甚 持续不断地喝 还活得最久 但是后来我妈妈 上帝也是训练我妈妈 一直为他祷告 到他信主 到他间歇性的祭酒 进来几家 后来彻底祭掉酒等等 这样的事情 也其实在训练这些信的人 如果生活当中 都是平平安安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 拼命地绝望地 无助地去依靠神 心灵经过破碎 在神的面前变成温柔的人 我就亲眼目睹我母亲 因着幕会 因着这个丈夫 他就变成了柔软的人 以前是非常刚烈的人 可能因为生活的眼光 丈夫那样拿不起来 外面当男人 家里又当女人 孩子啥事都在张罗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 原来是个绣花 谈这个绣花 然后纺织 然后非常这个淑女的一个人 但是变得那么爷们 那样的刚强的人 刚烈的人 然后后来 因着幕会和这个丈夫的折磨 变成一个非常柔软 能够忍耐 能够体恤别柔软 能够在神的面前 取悉这样的人 就像雅各一样 那种生猛的一个个性 最终被神塑造成为一个 在神的面前温柔 能够给法老祝福那样的人 其实上帝的计划 不一定是罗曼蒂克的婚姻 但是需要一些 破碎的心灵 在神的面前 取悉 流泪 为得到那个浪子回头 为了重新修复这个家庭 在神的面前 按着神的心意祷告 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所以凭着信去祷告 到了神的时候 总有好的结果 所以姐妹也不必要会心 因为神是你的神 祂听我们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